18. 明報 自稱曾當校委陳哲貴認港初 2015年7月27日港民A04港大校委會上月底作出等埋首副決定後 港大職員協會會長陳哲貴本月7日播出的港台節目時點31時清 或推薦出任副校的陳文敏卷入捐款風波 會影響委任他做副校的決定 故要等埋首副聽取其意見 不是完全無理據 陳哲貴在節目中稱自己曾擔任校委 但他接受本部查詢時承認 只曾出任校委會核核負責人士問題Conditions of Service 的委員 以及校委會成立的輪選校長委員會 並非正式校委、港台節目外餐等埋首副陳在節目中稱 不是很相信政府高層人士曾要求校委物讓陳文敏做副校長 我想,我做過校務委員 要令那麼多界別代表去比 認同、武光 H.Mid V.力要很大 他又在節目中稱 我強調我不是校委會成員 雖然我以前做過 翻查過去近二十年的校委會名單 都不包括陳直貴 他回應稱,自己在節目中混亂 講得不清楚 他是想表達他出任過校委會核下委員會 熟悉校委會運作,但當中人士委員會已多年沒運作 了不起 總 тво後 顏 ay 筷子 喝 他 喝 滾 贏